记者彭婉新台北报道,针对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冠落成,美方会由谁代表出席落成典礼? 外交部长吴钊谢金出席立法院外委会被巡视表示,美方尚未告知出席层级,但据他了解,即将举行的川金会,可能影响美方人士来台出席AIT新冠落成典礼的层级。 吴钊谢金早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因应印太,印度,Pacific,新局势,我国策进作为进行专案报告,民进党立委员定语质询时指出,AIT新冠落成的同时,可能正在举行川金会,是否影响美方来台层级? 吴钊谢回应时坦言,可能有影响,但AIT内胡肠纸象征意义很大,吴强调,AIT应该最后才会告知外交部,但美方要派谁来参加? 外交部都表示欢迎,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则提醒,总统蔡英文若要出席AIT新冠落成典礼,美方代表若层级不够高,对台湾来说可能会有不对等,国格尊严不足的问题,对此吴钊谢金重申,AIT新冠落成本身就是极高度的象征意义,美方派谁来台湾都表示欢迎。 中文字节目